我们非常恭喜台南市盐水区农会 恭喜 首届全国农村稻香米点创意竞赛冠军出炉 台南市盐水区农会采用台南16号米与在地火龙果结合 创作出红色寿司饭 诱人色泽与天然原味的料理获得评审青睐 另外搭配三星葱与金皂的米塔利 拥有盐奶与蜜红豆胶汁的米布丁 独特小鸭造型的胶骨炖饭 这些创意米食也都榜上有名 凸显米食魅力与在地特色 那我们最主要是用在地现在盛产的青龙的火龙果 做成那个煮成熟饭 跟我们的台南16号这样一起煮成那个火龙果寿司饭 那我们现在就是跟家政班我们一起研发 让这个在地的农产品跟我们的那个稻米结合 做成一个最亲民而且最简单 而且随所可得的国民美食这样子 因为我们目前稻米生产还过剩两万公顷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稻农 它的权利能够获得保障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比照日本 不把稻米列入这个减税到零关税的一个清单 那如果没有办法挡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调试期间能够往后来延长 那事实上我们最近这几年已经很积极来推动 比如说包括从今年开始的稻座四选三 就是两年有四期做 只能够三期做来搅公粮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从明年要开始全面推动 扩大推动的叫做大区轮贯 就是说你在这个轮贯区里面 我们要把水资源能够节省下来 所以尽可能在一起做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成两期 在有一些它可以来公贯 有一些它要去做水稻以外 用这样的方式来调降我们的稻米生产面积 所以我们会尽所有的力量来保证 加入CPTPP之后我们稻农的权利 同时我们会把品质提升 同时来开拓我们的市场 竞赛参赛者选用聚产销履历 CAS有机认证或友善环境耕作的国产米 研发新米点 25款创意米点参赛 食用的稻米品种就多达11种 展现台湾稻米多样性 期盼未来能够引领农村加入特色米食研发行列 创造农村社区就业机会与商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我们一起二是一个一全国总 Cotton 我们一起二是一个一全国总监